昨天有个学生来看我是亲学生 就是我是给他上过课的学生 已经是郑教授这个级别的了 我俩聊了一会儿 他现在主攻方向是研究基因工程的 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这两天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九章 名字叫九章 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九章这台量子计算机 是目前全世界最牛的一台计算机 从计算能力去看 学生就跟我闹 他说老师你说 如果随着人类这种计算能力的不断提高 会不会就逐渐逼近于人类最底层的逻辑 就是到基因这个水平 甚至到比基因更底层的 碱基对这个水平 他说如果九章或者他的后代的这些计算能力 真正能算出人类基因的排列顺序 就一点都不差算到碱基对 如果这个计算机还能找出人类基因组 或者到碱基对排列水平的真正的规律 理论上是不是就可以做基因真正的设计和重组了 我们第一台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的产生起了一个名字叫九章 它的来源是依据我们国家第一本系统的数学专注叫九章算数 所以九章这俩字还是有比较深的含义的 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呀 三六九九为大 比如说九五至尊 目前这种状态下是最领先的 计算能力最强的一台量子计算机 我们做个推演 如果九章把这种强大的计算能力用于算计 细想一想还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大家说那什么叫计算什么叫算计呢 计和算是两回事 计是人的一种行为感知 算是逻辑推理 计算是以算为主 以计为手段 算计是以计为主 以算推动计 算计是为了达到某种感知而计算的 而计算是为了达到某种逻辑而去感知的 这就算计和计算的区别 计算是一种功能 算计则是一种能力 所以目前九章具备了强大的功能 如果把九章计算的这种功能 转变成一种算计的能力 还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它真算出了人类基因排列的规律 它就真有可能设计或重建一个基因 就是某种生物的最底层的那个东西 人类啊 一直在不停的探求这个世界所谓的规律 这种探知往往是基于在一种感知的基础之上去计算出来的 而我们人类的大脑是有逻辑能力的 但直接的计算能力是弱于我们设计出来这些机器设备 所以九章的出现就把人的大脑的计算能力蜿蜒化了 但是如果这种计算能力 再加上人类本身的算计能力 可能会颠覆这个世界 冥冥之中九章久意味着到头了 以人类目前这种执着的追求科技知识这种方式发展下去的话 一定有第十章 第十章可能是另一个维度的第一章 所以千万别小看九章量子计算机的产生 它可能是人类自己颠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数 有人说了你不用情人忧天 人类的每一次的革命革新技术进步 都会伴随着一个系统的产生 你无需害怕 但是如果我们把算计能力算到我们最底层的时候 量子计算机量子这个概念已经是底层了 目前人类认知的底层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研究底层规律 而这个底层规律的一旦发现以后 是可以颠覆这个世界的 人们常说的顶层设计其实是底层设计 底层设计才是最高级别的顶层设计 有人精于计算 这是一种功能 而有人精于算计 这是一种能力 往往能力强的人会战胜功能强大的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理性的希望一下 九章把它强大的计算功能用于到计算这个环节 尽量别让九章去算计我们人类最底层的逻辑和内涵 我们不做启人忧天的事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该关注一下 这个世界该朝哪个方向去走呢 祝九章翻开新的片场